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散心闲话,恶鬼唾骂 宋朝的光孝安禅师定中见到两位僧人 一针栏杆听话,起初有天神有库倾听 听了一会天人突然散去 不久有恶鬼前来唾骂 财神就询问这两位僧人 原来他们初谈佛法,后谈人间的事情 最后竟然谈起资料的功能 光孝安禅师从此松生未延及世事 今天故事在等到这里,谢谢大家